我就想问您一下,您觉得是说,人到这个,到了中生是老年以后吧,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比较好?安排这个秧老? 这个海底要是心情宽宽,比什么都要强,不要去生气,不要说,不生气,要自老对自己有一个憋屈,说为什么,您要一生气,对您肯定身体正好,您要憋屈自己,不舍吃不舍穿,都为了儿女, 死了而怨死,既要尝到人间的疲苦,也要想到自己的荒野,您死而不怨,是吧,所以说,好多事情都是自长的,我给我闺女看孩子,我给我儿子看,用你看吗,不是说专一的指望于谁,对吗? 对,你,咱比如说,妈给闺女的看孩子,为了闺女搬的负担,你当闺女的时候,你妈替你闺女搬,分担了吗?没有,现在你为你闺女搬,你还退了休了,还再去劳累啊,毁自己的身体,对吧? 管可以,不是说不可以管,管可以,管是应当的,对吧?我不管也可以,对,不管,我可以出钱,对吧?我不出的,我可以出钱,那为什么? 本身就让你60退了休了,你怎么还要去再加倍,去努力,去干,你不是回应自己的办法,所以说,你学会享受,你不学会享受,你不学会享受,你肯定活不老,你这样说的是,对吧?对,光复出不享受了,也觉得,没有享受生活了,没自己生活了,不是这儿疼了,那儿疼了,这是刺我的孙子了,刺我的外孙子了,刺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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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孙子,这儿疼那儿了,这是我说句保险,活该。 自找的。是,没错。为什么?60让你退休了,让你去享受这个生活了,你不去享受,你要去自找,找这些没气的,怨谁啊?还是怨你自己。有时候孩子一说了,你得可能叫着什么爸妈的帮忙啊,你帮忙可以,不是说不会的,你得适量的自己的身体。对。有几个没病的60退休的? 有几个。您接触的有几个。所以说,海底需要把身体养好了,让您退休了,那就是让您快乐享受。享受一下这个,该退休的生活吧?对。您退休,您敢说您拿多少年工资吗?您不敢说,这随时随地。 谁敢说,我能活到96,我能活到100,谁敢说,谁也不敢说。谁也不敢。所以说,付出可以适量。 对着起自己的身体,还是让自己,让儿女去,让她掌握这一切。说为什么,她们能掌握这一切,你还能,您有一个修行,孩子还有一个,哦,我拉着孩子,我也不容易,你想想,干嘛,她能跟孩子,子女们能讲出去。 全是您给待大了,他们的话,您应该的。 我说实话,没毛病吗?没毛病。 潘仆这个,给子女们看,看孩子说,造成的。 好。 好。